人老了之后,他的肠道会有怎样的变化呢? 人呢,进入老年之后,人体的代谢功能会降低 其中呢,消化系统的变化尤其显著 比如,牙齿脱落,影响了您的咀嚼功能 舌头表面的胃蕾发生萎缩 胃绝细胞减少,使得咸味预值升高 吃得越来越重口 唾液、消化液、消化酶等分泌减少 影响了食物的吸收和利用 此外呢,老年人他的食道蠕动和胃肠道的排空速率减低 大便呢,通过肠道的时间延长,使得大便变硬 那么,便秘的发生概率大幅度的增加 值得强调的是呢,肠道内居住了几千种不同的细菌 平时的饮食、抗生素治疗、环境暴露等等这些因素呢 都会改变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老年朋友啊,更需要补充 益生菌